而生明信修 不二之学 以甘表雄猛不可举坏之佛性 以元亨利真表佛性本具长乐我尽之四德 佛性必长 长必被忽似德 数穷横便 当体绝呆 故约大灾前缘 事观世间万物 何以不从真常佛性建立 舍无佛性 则亦无三千性相 百戒千儒 故举一常驻佛性 而世间果报天 方便敬天 时报一天 寂光大灭盘天 无不统设之以 依此佛性常驻法身 遂有应身之云 八教之语 能令三草二目各称种性而得生长 而圣人则于诸法时相究竟明了 所谓时相非始非中 但约就竟彻正明之为中 众生理本明之为始 知其始亦佛性 终亦佛性 不过应于迷雾时结因缘 甲利六位之书 未虽分六 未未皆隆 所谓理及佛 乃至就近及佛 臣此及而常六之修德 以显六而常及之信德 故名臣六龙以遇天也 此常驻佛性之前道 虽更古更经不变不坏 而具足一切变化功用 故能使三草二目各随其位而正佛性 既正佛性 则未未皆是法界 统一切法无有不尽 而饱和太何以 所以如来成道 守出九界之表 而杀海众生 皆得安住于佛性中也 相曰 天行见 君子以自强不习 六十四卦大相传 皆是约观心事 所谓无有一事一物而不会归于极心自信也 本有法性不习 所以天行常见 经法天行之见而自强不习 则以修和性以 乾隆勿用 阳在下也 见龙在田 得师谱也 终日浅浅 反复道也 或月在渊 静无旧也 飞龙在天 大人造也 抗龙有灰 赢不可救也 用旧 天德不可畏守也 文并可知 佛法侍者 法身流转五道明日众生 故为乾隆 礼及法身 不可用也 拒父凡夫 能知如来秘密之葬 故得师谱 食圣妙观 念念熏修 故反复道 不住相似中道法爱 故静无久 八相成道 广度众生 故是大人之事 无住大班涅槃 亦不必进入于灭度 静未来时 同流九界 故淫不可救 但是信德 便费修德 权以修德而未交门 故天德不可畏守 逢文所曰 其潜藏者 非为有时而发用也 即发用而长潜藏也 其在下者 非为有时而上也 其上者不离乎下也 干挂所谓物用之潜龙 即大眼所谓物用之意也 文言曰 缘者 善之长也 亨者 家之慧也 利者 亦之何也 真者 事之干也 六十四卦不出阴阳二摇 阴阳之唇 则为乾坤二卦 乾坤二一名 则一切挂一名以 顾特作文言一传以身唱之 此一节先明信德也 君子体人族以常人 家会族以合理 利物族以合意 真故族以干事 此一节明修德也 君子行此四德者 顾约前 原亨力真 此一节节显已修何信也 非君子之妙修 何能显干见之本信哉 统论乾坤二义 约信则寄诏之体 约修则明静之德 约应则止观之功 约果则定慧之言也 若信若修 若因若果 无非常乐我尽 常乐我尽之慧明一切种志 常乐我尽之定明守能言定 所以乾坤各名媛亨力 真似德也 今已如理言之 则为仁义 理智 若亦网对事者 仁是常德 体无千古 理事乐得 聚装言故 义是我的才智自在故 智是静得 无婚义故 若互舍互含着 人理意志性恒故常 人理意志以为受用故乐 人理意志自在满足故我 人理意志无杂无垢故境 又四德无杂故为人 四德周辈故为理 四德相设故为义 四德为一切法本故为志也 初九曰前龙误用 何谓也 子曰 龙得而隐者也 不亦忽视 不成忽明 顿是无闷 不见事而无闷 乐则行之 忧则为之 却呼其不可拔 前龙也 约甚得事 如闻可解 若约理及事者 龙得而隐 即所谓隐名如来藏也 昏迷到祸 其理常存 顾不亦忽视 佛性之名为章 顾不成忽明 终日行而不自觉 往入诸去 然必尽在凡不简 顾顿是无闷 不见事而无闷 乐则行之 而行者亦是佛性 忧则为之 而为者亦是佛性 终日随缘 终日不变 顾雀呼其不可拔也 九二曰 见龙在田 立见大人 何谓也 子曰 龙得而正中者也 雍言之信 雍行之谨 贤邪存其成 善事而不乏 得伯而化 一曰 见龙在田 立见大人 君得也 文艺可解 若曰明子及佛侍者 雍言雍行 指示身口七知 以知法性无染无故 随顺修行师波罗密 从此先九界之邪 而存佛性之臣 初心一念缘解善根 以超三圣全学成结功德 而不自满甲 故其得虽薄 亦不存得薄之想 已成我慢也 发心必尽二不别 如是二心先心难 故虽明子初心 以聚佛之佛见而为君得 九三曰 君子终日前前 细涕若历无久 何谓也 子曰 君子尽得修业 忠信所以尽得 也修辞力其成 所以居业也 知智智之 可与积业 知中中之 可与存异也 是故居上位而不骄 在下位而不忧 故甘甘因其时而替 虽为无就矣 忠信是存心之要 而正所以尽得 修辞力成 是尽修之功 而正所以居业 此何外内之道也 可妄则往事其极 可指则只是其意 进退不失其道 故上下无不移 若曰佛法六即是者 正观行为中原妙功夫也 执心正念真如 名为忠信 所以尽得而为正行也 随说法尽 则智慧静 导立前人 化功归己 名为修辞力成 所以居业而为助行也 知智智之是妙观 知中中之是妙止 智观双行 定慧俱足 则能上何诸佛辞力而不骄 下何众生悲养而不忧 九四约或约在冤无就 何谓也 此约 上下无常 非谓邪也 进退无痕 非离群也 君子静得修也 欲及时也 故无久 此阵产名顺与弊位 人及登位之心事也 若曰佛法者 直观不思意敬位上 用于九法柱成为下 心心欲驱撒婆若还未尽 身观六级不起上慢未退 欲及时者 欲于此身了半大事也 此身不像今深度 更像何深度此身 舍不震入援助阵位 不明度二死海 九五约 飞龙在天 利剑大人 何谓也 子约 同身相应 同气相求 水流失 火就造 云从龙 风从乎 圣人作而万物读 本乎天折青上 本乎地折青下 则各从其类也 此名圣人垂衣上而天下智 除非有义有造作也 佛法侍者 如来成正觉时 悉见一切众生成正觉 初得离异生性 入同生性 大乐欢喜 悉事此意 乃至正法生矣 入普现色生三昧 在天同天 在人同人 皆所谓利剑大人 法界六道所同养也 上九约抗龙有慧 何谓也 子约 贵而无畏 高而无名 贤人在下位而无福 是以动而有慧也 礼中一约 从来说圣人无抗 却都从屡满朝损上看 夫子乃亦无畏无名无辅表之 此遥顺有天下而不予之心也 非为丧名判贤人离去之位也 动自下的庙 无庭司 无二律 天下极重难返之局 旨在圣人 旨在圣人一反掌间 智慧之由 旨在移动 触抗之术 旨在意会 佛法侍者 法身不堕诸数 故贵而无畏 佛果出九戒表 故高而无名 既光飞等觉以下境界 故贤人在下位而无福 是已就近位中 必逆流而出 是同九戒 还献婴儿行疾病行也 乾隆勿用 下也 见隆在田 施舍也 终日前前 行事也 或月在渊 自事也 非隆在天 上智也 抗隆有会 穷之灾也 甘缘用九 天下智也 此以时未重视六摇之意也 用九而约前缘 正显干挂全体大用 亦显前见替越非抗 皆无守而皆疾 佛法侍者 礼及佛未贬之疾 故下 名字即佛 未有功夫 顾十舍 五品为正修观行 顾行事 相似为拟欲正真 顾自事 分正为八相成到顾上智 就竟为不住涅槃 顾穷之灾 用九 则以修和性 顾天下智也 乾隆勿用 阳气潜藏 见龙在田 天下闻名 终日浅浅 与时邪行 或月在渊 甘道乃格 飞龙在天 乃未呼天德 抗龙有惠 与时邪急 甘缘用九 乃见天则 此间曰得之与时 再是六摇之意也 与时邪急 对与时邪行看 皆所谓时成欲天者也 乃见天则 则前而误用一天则 乃至抗而有悔一天则也 佛法侍者 佛性引在众生身中 顾前藏 义闻佛性 则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 顾天下闻名 念念与官慧相应无间 顾与时邪行 舍凡夫性 入圣人性 顾甘道乃格 由正三德 方作道场 顾未呼天德 天德者 天然之性德也 即则必反 正佛果者 必当同流九戒 性必俱修 全性起修 乃见性修不二之则 甘愿者 使而恨者也 力争者 性情也 甘时能以美丽力天下 不言所利 大义灾 前约人礼义至四德 以事原亨力真 经更声明四德 以以贯之 统为属前 而非判然四物也 举一甘字 必具原德 举一原字 必统四德 原之大 即甘之大义 大义前乎 刚见中正 纯粹经也 六摇发挥 旁通情也 甘惧四德 而非定四 故大 故负以刚见等七字 而生散之 挂言其体 摇言其用 挂惧其定 摇惧其变 体大则用意大 体刚见中正纯粹经 则用意刚见中正纯粹经以 十成六龙 以欲天也 云行与诗 天下平也 上名甘得体必具用 此名圣人应用以得体也 佛法试者 此章生名信必具修 修全在信也 佛性常住之理名为前缘 无意法不从此法界而始 无意法不由此法界而建立生长 亦无有意法而不及以此法界为其性情 所以佛性常住之理 便能出生成就百戒迁如之法 而始无能生所生 能力所利 以要言之 即不便而随缘 即随缘而不便 数穷横便 绝呆难思 但可强明之约大尔 其性雄猛物莫能坏 顾明刚 依此性而发菩提心 能动无边生死大海 顾明见 非有无真俗之耳边 顾明中 非断肠空甲之偏法 顾明正 佛性更无少法相杂 顾明纯 是万法之体要 顾明粹 无有意为陈处 而非佛性之充便贯彻者 顾明经 所以指此佛性前提 法尔具足六遥始终修正之相 以旁通乎十界迷雾之情 此所谓性必具修也 圣人称此吉而长六之龙 以欲合于六而长吉之天 自济以修合性 遂能称性起于身云 施于法语 悉使一切众生同臣正觉而天下平 此所谓全修在性也 君子以臣得为行 君子以臣得为行 日可见之行也 前之为言也 隐而为贱 行而为臣 是以君子服用也 此下六遥 皆但约修得 兼约通塞言之 佛法试者 臣得为行 为依本自天臣之信得而起行也 既全以性得为行 则狂心顿歇 歇及菩提 故为日可见之行也 然由云前者 以其虽则开悟 息漏未除 故佛性由为虚妄烦恼所引而未现 而正著二行 尚在观行相似 为臣般若解脱而得 是以君子必以修得成之 而父专用此须解也 君子学以聚之 问以辩之 宽以居之 仁以行之 一曰见龙在田 历见大人 君得也 学问是文会 宽居是私会 仁行是修会 从三会而入圆柱 开佛之见 极明为佛 故云君得 九三 重刚而不忠 上不在天 下不在天 故甘甘因其时而替 虽为无就已 重刚者 自强不习 有进而无退也 不忠者 不着忠道而匆匆取证也 上不在天者 为登实地 入佛之见也 下不在天者 以超实柱 开佛之见 应时而替 正是不思议时行法门 便入法界 而能行于非道 通达佛道 顾虽为无就 九四 重刚而不忠 上不在天 下不在田 忠不在人 顾获之 获之者 宜之也 顾无就 重刚不忠 亦如上说 忠不在人 为以超实行 是佛之见也 获之者 回事向理 回因向果 回自向他 何容法界而魔所偏移 有似乎移之也 移者 你亦已成变化之位 故虽似有修正之事 而时无事也 夫大乱者 与天地合其得 与日月合其名 与四时合其叙 与鬼神合其吉凶 先天而天福为 后天而奉天时 天且福为 而旷于人呼 旷于鬼神呼 时的入佛之见 如天仆父 如的仆仔 如日照咒 如月照夜 如四时次序之时 中万物 如鬼神及凶之 折射群姬 根本妙智 穷法界无时之时 差别妙智 见法界无时之时 礼记相弃福为 则凡人与鬼神 总有 于义礼者 安得不相顺而立见灾 抗之为言也 知敬而不知退 知存而不知亡 知德而不知丧 其为圣人呼 知敬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 其为圣人呼 凡有慧无定者 为之佛性之可上 而不知法身之能流转无道也 为之佛性之魔所不在 而不知被绝合成之不亡而亡也 为之高谈理性之为德 而不知波无修正之为丧也 为圣人能知敬退存亡 知差别 而敬义佛性 退义佛性 存义佛性亡义佛性 敬退存亡不曾增减佛性 佛性不爱敬退存亡故全性起修 全修再性 而不失其正也 若图是佛性 不己抗而非隆乎 又曰就近未终解者 视现成佛是知敬 视现久戒是知退 视现圣行犯行因而行事之存 视现并行是知亡 而余佛果质断膜所缺减 视不失其正也 昆下昆上